日本政府招开不含美国的TPP11国首席谈判代表会议,加大力度扩大规模,牵制推进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特朗普政府。 美国退出后,日本依然大力推动TPP图源,VCG,7月4日报道,日本政府将召开不含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,TPP11国首席谈判代表会议,计划本月17日至19日在日本神奈川县举行,目前正在展开协调。 鉴于日本国会议通过TPP相关法,将加快加入国扩容步伐,加大力度动员泰国、印尼等表示出兴趣的国家。 日本参院全体会议6月29日表决通过了TPP相关法,日本成为继墨西哥之后,第二个走完国内程序的国家。 若6个以上国家走完程序,TPP将具备生效条件。 日本希望通过加大多边自由贸易区构建力度,牵制坚决推进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美国特朗普·Donald Trump政府,同时继续敦促美国重返TPP。 日本共同社自前曾报道,日本外向河野太郎,当地时间27日上午,在出访地曼谷与泰国外长敦65381帕马威奈邦专行了会谈,双方达成共识,将九泰国新加入不含美国的十一国跨太平洋或办关系协定TPP展开磋商。 泰国已表态有意加入TPP,计划最快今年内正式宣布加入。 另外,美国退出TPP后,日本政府计划制,利于包括中国、韩国及东盟ZN等16国的东亚区域,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P谈判,西区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,作为对抗美国特朗普政府钢铁进口限制等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核心。 日本政府重视力章实现广域经济圈的RCP。